在 1 月 31 号 PRODUO 正式宣布了 全新一代的 ASIA 开放预定 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款车都很有兴趣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几个关于全新一代 PRODUO ASIA 的重点 如果你想买车的话 那么今天的节目你就千万不要错过哦 记得先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第一个重点就是全新一代的 PRODUO ASIA 全面的涨价 目前根据官方公布的预售价 新一代的车型售价要从 38000 多令吉起跳 你这样子看的话对比上一代确实涨了一点啦 但是不要忘记上一代是有这个首排车型 而这一代暂时没有迟点会发布 可是呢这一代的车型除了涨价之外呢 它整个平台它整个科技还有它的安全性都提升了不少 所以我相信这个涨价还是足够了 不过顶级的版本呢它的售价就要接近 5 万令吉了 在这 5 万令吉里面你可以拿到什么东西呢 接下来我们会讲 不过大家要知道是这一代车型确实是涨价的啦 第二个重点就是那个可以进博物院的 480 终于被换掉了 换成了 DCVT 上一代的 ASIA 因为成本的关系呢 他们采用了这个四速的支牌变速箱 虽然有四速的支牌变速箱耐用 但是这个科技确实有点老的啦 所以在新一代的车型上面呢 他们更换了跟这个 Myvi 跟 Artiva 跟 Elza 一样的 DCVT 变速箱 不过匹配的引擎呢还是这个 1.0 公升的 Dual VTi 自然进气引擎 没有 Turbo 哦 它没有 Turbo 另外呢因为搭配了这个 DCVT 的关系呢 它的加速表现会比起上一代车型更好一点 另外呢它的油耗表现也会比较好 根据官方的数据呢如果是顶级的两个版本 因为它搭载的停车吸火功能 它每一公升的燃油可以行驶超过 27 公里 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首拍车型同样的还是会提供 但是呢只有提供一些特殊机构 例如讲这个驾驶学院 所以一般的平民百姓可能买不到这款车 第三个重点就是安全性的提升 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这款车已经进行了 ASEAN MK 的测试 获得了 4 星的成绩 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会讲 上一代的车型也是拿 4 星 这一代也是 4 星 它们的安全性不是一样的吗 其实不一样 因为上一代的 ASEAN MK 是2014 年发布 它是用老的 ASEAN MK 标准去进行测试 而新的 ASEAN MK 呢 它除了测试这个车身的骨架程度之外 它还会测试这个先进安全备备 其实 ASEAN MK 之所以拿不到这个 5 星的成绩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先进安全备备有点缺失 例如讲它没有这个 ACC 等等的原因 导致它只有 4 星 可是在车身骨架的方面呢 它确实会比起上一代的车型好很多 另外这一代的车型在顶级的版本 还配备了 S3.0 系统 支援眼镜光灯自动调节 还有这个车侧盲点侦测等等 另外它的气囊数是 6 个 而全车系也标配了这个斜坡起步辅助系统 所以安全性上面 它肯定肯定肯定会比起上一代的车型更好 因为这个很重要 所以要讲 3 次 第 4 点 车身的空间 这款车采用了 DNGA 平台的关系 所以它的车身空间表现比起上一代的车型是有放大的 虽然讲在这个活动上面 Pro都并没有公布它的数据 但是我们获得了一些消息 单单是在车长的方面呢 新一代的 ASEA 就比起上一代的 ASEA 长的大概是 100mm 所以 100mm 其实很长一些哦 另外它的轴距也会有放大 所以新一代的 ASEA 呢 它的这个车式的空间表现也会比起上一代更好 另外它的车尾向空间也会比起上一代更好 大概是到了 270L 左右 比起这个 Mindview 或者比起这个 Iris 都要更大一些 接下来一个重点就是它的操控表现 还有它的动力表现 在动力表现我们之前有讲到了 它更换了这个 DCVT 的变速箱 但是这个并不是它唯一的杀手间 因为它跟这个 Mindview 它跟 Activa 跟着一个 Eldar 一样 它加入了 Power Mode 也就是这个 Sport 模式 哇 ASEA 有 Sport 模式哦 不过不要忘记它的引擎还是 1.0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动力表现应该会比上一代好 但是你真的要拿来飞的话应该不大可能啊 而且目前 Pro都也没有公布它的引擎数据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它的引擎数据会不会提高一点点 因为大家都很在意这款车的动力表现 至于操控表现上面 如果你开过 Activa 你开过 Eldar 的话 你都会知道采用 DNGA 平台的车款呢 它的操控表现会进步很多 当然 ASIA 也是一样 很多朋友表示上一代 ASIA 就是一个带一步工具 Point A 去Point B 没有问题 可是一点驾驶乐趣都没有 我相信更换了 DNGA 平台之后 这款车的驾驶表现应该会进步很多 而且相信 ProDoor 很快就会安排这个四驾火种了 接下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这个四驾感受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带来的 ProDoor ASIA 重点的影片 如果大家期待这款车的话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还有我们的网站 我们会带来第一时间的消息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